应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今天大盘大涨263点 把昨天跌下来的全部都补回去了 那这个行情的正如我预估 我说这个行情 你不要期待它能够跌到什么地方去 它近期来讲 就是先在月线跟季线这个地方 先做一个相形区间做震荡 那个区间做震荡的过程里面 就是选股不选市 也就是指数呢 它在这里维持震荡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个股它的涨势会超过 远远超过大盘这个高点 它会远远超过这个大盘的高点 所以你要操作就是这种股票 因为大盘还没有创新高对不对 或者大盘这波拉回来 然后要上去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 在整个大盘往下修正的过程里面 很多股票会开始轮流的在那边乱涨 会一下子给你涨重电 一下子给你涨电缆 或者一下子给你涨银件 涨钢铁等等 但是我一直跟你讲 这个行情拉回来 你就是要看电子股 因为只有电子股有机会 今年成长超过一倍 其他的产业完全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你其他产业在涨 其他的产业在涨 只是为什么 因为电子股在跌 电子股在跌 所以会有一多资金的 跑到其他的产业去 但是当电子股开始回到主流的时候 其他产业又全部杀下来了 所以我才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你与其去追其他的股票 你不如把重心 摆在这些电子股上面 尤其是具有核心竞争成长率的股票 逢低来跟我做买进 因为我买的股票会远远超过大盘 例如你来看一下 这档个股是6425的溢发 对不对 我从三月底都跟你讲 当时我在讲这档溢发的时候 基本上市场上很少人在 提到这档个股 因为很多人不晓得溢发是做什么 它虽然是一个名不见经赚的股票 但是我讲股票只要飙涨 只要飙升 只要变成飙股 它就开始有名了 所以我们是从没有名做到出名 从中低价股做到中高价股 所以你看3月25号告诉你 对不对 中间我全部省略了 到4月9号拉涨停 拉4根涨停板 到4月18号 我还是告诉你持续看涨 4月23号再拉涨停 对不对 4月4号再拉涨停 7根涨停板了 4月25号再拉涨停 8根涨停板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一波这个行情 你来看一下 这个大盘 4月25号 4月25号 3月25号 我看一下这个地方 3月25号 这天 3月25号 3月25号 我们看3月25号在这天 3月25号大盘在这个位置去 对不对 液发在这里 所以液发后来是标了这样进 如果从低档这个地方算大概9成 如果从这里算大概8成上去 标了8成上去 你看这个大盘 大盘这个地方上去又下来 你看大盘还在原地不动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我要跟你讲的是 现在很多投资朋友都觉得说大盘到2万点了 2万点了 这个已经到高档了 所以这个地方风险很大 这个地方应该观望 我跟你讲你这个观念 基本上你要调整一下 因为大盘为什么会在这里做震荡 因为大盘是跟着台积电 你看台积电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台积电的走势一模一样 大盘这边拉到台积电下来 大盘就下来 对不对 大盘就下来 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就跟大盘走势一模一样 但是如果你出的股票 跟全职没有关系 你管大盘干什么 你看这个易发 大盘从3月25号到现在整个大盘 基本上还是在2万点附近 但是我们的易发 我们家族会员朋友赚了8成 你来看一下 我们的抠讯 4月25号 你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下 恭喜6425的易发 直接跳往涨停 果然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成本54块钱 目前累计获利达8成 所以你看大盘有涨8成吗 你告诉我大盘有涨8成吗 你还在看大盘吗 你还在看指数吗 我告诉你这种行情我最后做 这种行情就叫选股不选市 也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 大盘这个地方拉回了 可能拉回完还要再往下杀 我告诉你 就算是大盘上去到这个月线附近 整理以后没办法过去 然后再拉回回车寄线的话 假设是这样子 我认为不一定 假设最弱势是这样子的话 我告诉你我们的股票还会再飙 因为我们股票我不是台积电 我不是做全资股 我不是做大型股 我是做中小型的 具有核心竞争成长力的股票 所以你看像雷科也是一样 对不对 4月3号跟你讲 4月8号拉涨停 4月9号 这个都讲过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说 你看4月18号的时候 大家还觉得说4月18号 这个大盘已经到这个位置去了 这个雷科很危险了 结果你看后面 4月23号再拉涨停 4月25号再拉涨停 那雷科我们赚多少 赚了45% 45% 对不对 就是我跟你讲的嘛 这个行情就是选股不选市 你不要去看这个大盘 大盘把它当作一个参考 大盘是跟着台积电在走 大盘是外资在买台积电 他买做多台积电 他做多期货 他放空期货的时候 他就大卖台积电 所以外资在搞台湾的什么 全值股 在搞台湾的指数 但是国内的呢 国内的包括像头信法人 包括像国内的中食物 目前都积极的在做多个股 尤其是不占全值的股票 所以你看 你看我跟大家讲 我说做五票你要掌握一个重点 就是我告诉大家 就是你要选对股 然后你要集中活力 千万不要散弹打鸟 集中活力 然后迎接标股的波段利润 我说这就是获利三步区 这就是多头市场里面 你能够赚到大勤的最重要原因 那很多投资本说 老师你听你这样讲很简单啊 听你这样讲很简单啊 选对股啊 然后集中活力啊 然后波段获利啊 你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实 第一个选对股呢 基本上大概只有30% 能够选到对的股票 因为为什么 因为盘面上每天涨的股票不一样 有时候是那一支涨停板 有时候另外一支涨停板 那你觉得你的股票没有涨停板 你就觉得不会涨 对不对 那有时候我的股票震荡一下 没有涨停板 你就觉得不会涨 你就想换到会涨停板的股票去 所以能够选对股票 大概只有100个 里面大概只有30个 大概三成能够选对股票 然后你选对股票之后 你还要集中活力哦 很多人只买一张而已哦 对不对 你买一张也没有用 买一张买两张也没有用 就算你压对 你中 你选对等到对的股票 但是你看你也只买一张 那我们会人家族朋友重压 那一档股票涨八成 你买一张赚多少 对不对 如果你买10张可能赚了80万 但是你买一张人只赚8万 所以呢 集中活力这个阶段 又筛选掉什么 又筛选掉一半 剩下15个人能够真正赚钱 第三个更困难 因为你要忍受什么 波段的震荡 你要忍受大盘在2万点 在那边上上下下 上一下涨一下跌 一下涨一下跌 个股也是一样 一下涨一下跌 一下涨一下跌 你受不了你会把它出掉 你会把波段的人更少 所以从这个地方30个人再减掉 剩15个人 15人再减再减掉一半 是大概7个人到8个人 所以你要知道股票之路 赚钱之路非坦途 赚钱之路非坦途 你只有专注于心排除杂念 才可以真正的赚到大钱 那你来看我们怎么操作 我拿实际的例子给大家来做说明 所谓的实际例子是我们实际操作的 我今天不是跟你口头分析 我是跟你讲我们实际的操作的 来 这档个股是3563的穆德 我从2月1号跟你讲过 这档个股日月光入主 那日月光为什么要入主它 因为日月光要切进到 先进封装这一块 它的厂房设备需要穆德帮它建造 所以穆德经过这个大厂 日月光入主之后 我告诉你它的竞争结构力 开始出现转变了 所以它是一个波段的股票 它后面会大涨 这个要布局 因为它以前都是股性飙悍 对不对 好 2月1号跟你讲 你看做到4月12号 它已经从这个地方2月1号跟你讲 这个地方涨上去 已经涨超过什么 超过100块钱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档个股我们要做波段了 我告诉你即将再重新高 波段赚最多 4月10号再跟你讲一次 这档还会再涨 你看4月16号 这位拉上去只有涨2块钱而已 可能很多股票涨停板 但是我们的股票并没有大涨 只有涨2块钱 但是我们持续暴劳 因为我就跟你讲过 这档个股就是我在节目上告诉你的 就是选对股票了 我们选对股票了 我们集中活力了 我们就是要迎接标股的波段利润 波段利润意味着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不是短线炒短线 意味着是你要赚大波段 你要赚三成 你要赚五成 你要赚一倍 你要忍得住震荡 对不对 好 那你看4月17号涨23块钱 4月18号 4月18号你看再涨17块钱 对不对 后来大盘不是拉回了吗 但是我没有跟你讲过 这档个股我们要持续地做多 持续暴劳 持续做多 持续加码 持续买进 我认为它还会再涨 因为它不是短线行情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不止一次了 你只要看过我节目都知道 这档个股我已经讲多久了 我做多久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要告诉你 市场上到底有没有一套真正能够 都让你赚大钱的方法 我要让你亲眼看到 我要让你亲眼印证 你看今天 4月26号今天穆德是不是涨低 你看这档个股 是不是又要创新高了 是不是又要创新高了 那看我们抠讯 恭喜穆德再供涨停 我们成本270 破断获利177块 对不对 我是不是说到做到 我跟你讲的 我说获利三部曲 选对股集中火力 迎接标股破断利润 有没有 这里面每一关都是一个关卡 每一个都是关卡 看起来是很简单 每个人都知道道理 问题做起来不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但是我们做到了 所以我在节目上还跟你讲过 我希望你能够赚到大钱 那你要怎么赚大钱 你要有这个正确的投资方法 如果你操作股票 第一个你如果没办法选对股票 你后面就不用谈了 但是选对股票我就帮你选 我会帮你选择最好的股票 对不对 像你看这一次 这次我们这个2374加 对不对 4月2号跟你讲对不对 结果后面是不是一路大涨 涨了五根涨停板对不对 对不对 那天悦电呢 你看4月18号告诉你进场布局 4月19号拉涨停 4月23号再拉涨停 4月24号再拉涨停 4月26号今天昨天开高走低拉回来 但今天又涨上去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天悦电 你看天悦电 结果上去成本在31块左右 目前获利超过两成了 这是昨天的抠讯码 就是说选对股我会帮你做选择 然后你要跟着我集中获利 不要只买一张买两张 买一张买两张 然后跟着我迎接标股破断利润 对不对 那这些股票 我相信你看我节目这么久 你都看得非常清楚 我在节目上跟你讲 我现在跟你讲一个重点 希望你一定要听下去 我说你千万不要错过什么 第一根涨停板 因为它很可能是接下来 破断是三成五成 甚至一百分之一百的开始 三成五成一倍的开始 你看 昨天我们跟他讲 我说这档个股 我们昨天做进场的动作 我说现在市场上 没有人在讲特用化学 但是我认为这档个股 接下来因为整个晶圆大厂 大局的扩厂的动作情况之下 这一家公司产能会开始倍增 所以我们进场布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昨天我是不是这样讲 我昨天怎么讲的 来告诉你说我们怎么样印证 能够帮助我们家族会员朋友 真正地赚到大钱 我们看一下这段分析 看一下 开始布局下一档股票 下一档股票又来了 我的股票又来了 会不会供掌顶 你拭目以待 今天已经先供掌顶了 这档个股叫特用化学 我跟大家讲 这个台积电的大局的扩厂 然后很多人都会讲说 受惠的是所谓的一个无成事 或者是受惠的是所谓COAS 但是大家可能忽略掉一点 市场上现在没有人在提 大家可能忽略掉一点 特殊化学 特用化学 这个需求也非常的大 因为当一个新厂盖出来以后 这些所谓半导体的材料 半导体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耗材 这些都需要 都需要特用化学 所以特用化学基本上在这一波 也是会出现快速的往上做成长 只是现在市场上没有人在提 但是没有人在提 就是我们进场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买在别人不知道那个点 所以这档个股今天进场买进 我认为它产能会开始倍增 这个地方又类似像一个左边右边打出个打底 那这里为什么会震荡 因为这里遇到前波高点 这个大量在这边洗盘 在这里洗盘 那我认为洗盘已经结束了 要开始往上做攻击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档个股 今天做买进 买进完以后尾盘拉涨停 明天会不会跳动涨停 明天还会不会再涨停 最近我们买的股票常常飙涨停板 但是我们在节目上我也讲过 你不要跟着我做 因为我们是有买有卖 你要用我的抠讯来跟着我做 不是看电视跟我做 看电视你会落后我们一步或者是两步 虽然我的股票 我们第一个时间上车的时候 请你跟上脚步 我们第一个时间下车的时候 你也跟上我脚步 我会带你安全上车 我会带你安全下车 好了 昨天我跟你讲过 这一档特用化学股后面会不会涨停 它今天会不会涨停 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 这档个股4月25号 我们做进场买进的动作 来看一下 1725的原真 看一下是不是 4月25号 对不对 1725原真 对不对 好 昨天进场买进 供涨停板 我说它今天会不会涨停呢 请看一下 今天4月26号 直接跳空涨停锁住 对不对 然后你看 我们的抗讯 恭喜1725原真 昨天进场买进 先攻涨停 今天再攻涨停 持股续报 持续看好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 所以我跟你讲 你千万不要错过什么 第一根涨停板 因为这第一根涨停板 很可能是未来波段 三成 五成 甚至一倍的开始 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印证我的股票 你持续看我节目没有关系 你可以获得印证 但是如果你想要赚到涨停板 你赶紧跟我们做联系 我希望你手上的股票 能够跟我们家族会员普及一样 能够让你赚到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三根涨停 未来能够涨三成 能够涨五成 能够涨一倍 你都能够积极地参与 这才是我希望你能够做到的事情 所以后面这个行情我跟大家讲 切勿在错过第一根涨停板 因为它将来很可能是 波段能够涨三成 能够涨五成 能够涨一倍的开始 把握机会 跟我们先让人做联系 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到现场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场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场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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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真心照顾 迟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AS的设备 那个产能倍增是确定的事情 只是说行情在2万点震荡的时候 个股也会做震荡 但是你看这个3131的红硕 今天工涨停 它一涨停就是105块钱 你看它股价是不是再度创下新高点 所以如果说这样像红硕这种个股 能够持续地往上创新高 因为这两个股是法然的焦点股 法然在这边一路买进 它在这里一路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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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只有止进不出 所以像这种个股只有2.9亿 它跟大盘也没有关系 所以你看发现到大盘在那边震荡 它一样能够创新高上去 如果这种个股还在持续往上涨 这代表一件事情 整个设备股基本上 还是多头主流没有改变 还是多头主流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地方操作上 你就要特别注意到 其实整个电子股 只是做一个短暂的一个 这波拉回的一个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洗盘 洗完盘以后你看有些个股 像这个四星KY 这个地方已经出现涨停板 表示什么 表示它跌幅已经跌得差不多了 这地方开始要做足底 你不要想说它开始就要一路往上大涨 它不会这样走 它会足底 慢慢足底 因为它这个前面的套料量还是比较多 所以它不至于说V型反转 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做一个主体动作 因为它本益比去年是赚45块钱 今年赚75块钱 明年可能赚100块 所以像这种个股本益比降到40倍以下 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包括像3443的什么 创意也是一样 本益比都掉到40倍以下 所以当电子股我讲到 当电子股的这些所谓先跌的股票 都已经慢慢地出现见底的情况 见底开始反弹上去 开始有做足底的机会的时候 那代表电子股的主流地位 又开始巩固起来了 因为之前IP股一直跌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直稳了 所以电子股之音就来 所以电子股之音来的时候 情况之下要买什么股票呢 我跟大家讲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是散热小肩兵 很多人会说散热股票不是双红 不是齐红吗 不是 我现在不是做这两只 因为这两只耳熟 都已经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股价也大涨一大段了 我要做的是一档 被人家忽略的股票 就大家不晓得 当时我在做易发也是一样的 大家COWAS 大家只记得说 那些大厂星云万润那些股票 没有人知道易发 结果这一波易发涨最凶 涨了九成上去 所以现在大家很多人在讨论散热 散热到底是不是趋势 散热绝对是趋势 但是散热的 真正会大涨的股票 不是那些已经大涨一段的 那些散热的那些大型的股票 而是散热小肩兵 这一涨 这一种被人家忽略的股票 最容易大涨 为什么它最容易大涨呢 因为我发现到这家公司 但是它切入到散热之后 它的获利从去年6月份开始 每个月以50%到100% 倍数成长到现在 所以它很明显也是一档个股 是属于高成长的股票 具有竞争力高成长的股票 像这种个股这边是不是爆量了 这里爆量以后 以量比价先行的角度来看 这个高点势必会做突破 所以这档个股即将创新高 今天已经在动了 下一半下礼拜会不会涨点 现在你不要去管说 它到底会不会涨点 现在你要问的是自己 你要不要赚涨点 还是你想要看我们的股票涨点 想要赚涨点的下礼拜跟我联系 我会告诉你买卖点 下礼拜我会带你做进场 找一个买卖点 让你做进场动作 想要赚涨点的就跟我们做联系 我会跟大家讲过的 很多股票它能够涨三成 能够涨五成涨一倍 它都是从第一根涨停板开始 所以第一根涨停板 你千万不要忽视 你不要以为说老师 你就一根涨停板而已 你怎么知道它未来会不会涨三成 会不会涨五成 会不会涨一倍 想把握的朋友 跟上我们的脚步 切勿在错过 我要跟你讲 我带你做的就是获利三部曲 选对股票 集中火力 迎接标股 不断力软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哦 跟着骑士走 这间差不多了 准备上餐 到哪里了 快到台北了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了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他开座车了 你累了吗 保利达 保利达 满牛 精力充沛 保利达 满牛 运达头顾 陈老师 专场研究 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 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头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顾 真心照顾 02 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